有一對臺灣的年輕男女在日本購買總值加進5億日元 大概是1億多元的商品 那麼在出境的時候被要求補稅 然而兩個人無視直接離境 那麼根據日本媒體的報導 這兩個人由日本的時候總共買了高達4億7千萬日元 也就是大概是1億819萬台幣的商品 那麼離境的時候被告知必須繳稅一成的4700萬日元 大概是1000多萬 不過這一對臺灣的年輕男女並沒有繳交 就直接出境了 日本政府也表示針對沒有繳消費稅的海外遊客 海關很難限制他們的人生自由阻止出境 但是這一些人出境之後 如果要追回這一些稅款的話 應該是難上加難